这个女孩不简单,本来被继父安排嫁给老男人的她,居然一个电话捡到了个爸总,虽然爸总还穿了个马甲,已经入秋了,但是炎热的天气还在持续,破旧的小区里传来了争吵声,小屋里昏昏暗暗的,时不时有风扇嘎吱嘎吱的转动声,只见一个男人坐在桌边,悠闲地喝着小酒,这个人就是女主的继父,无实用,人如其名,没啥用,唐木成回怼继父说,那个人都45岁了,我才25岁,女主唐木成今年25岁, 是一名优秀的医生,唐木成说自己的收入完全可以负担生活,还不需要结婚,无实用怒道,40多岁正当壮年,怎么就年纪大,人家阅历多,挣钱多,你过去就是享福别不知足 唐木成看着继父侃侃而谈把这人夸得天花乱坠的,心里想你咋不嫁给他呢,大了我20岁,都快赶上我爸了 唐木成的母亲终灵在一旁看着僵持不下的两人,本想劝劝两人好好商量,看着无实用的脸色又缩了回去 唐木成看了看自己欲言又止的母亲一脸无奈,在自己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自己和母亲两个人被赶了出来,他们就来到了阳城 母亲和无实用在一起后,本以为是个靠谱的 没想到还不到三年的时间,他就原形毕露,喝酒大牌什么都沾 母亲又是个懦弱的,才造成这样的局面 唐木成深吸一口气,看着无实用 无实用气不打一处来,怒道 我现在没有工作你不嫁人,咱们拿来的钱,唐木成也是很无奈 但是为了母亲还是在忍耐 无实用看着这两个一言不发的女人,怒摔门而去 走之前还留下一句话,两个选择一个嫁人一个滚蛋就出门去了 唐木成也觉得这么僵持没什么用 他看向母亲,母亲一向以丈夫为天,没有生个儿子 自己的母亲就觉得犯了天大的错误 唐木成叹了口气,这也不是自己能改变的 好在现在自己出息了,还是能帮母亲一些的 唐木成告诉钟灵,如果无实用再打你你就报警,不要心软 他想着,自己至于结婚的事自有安排 还是不要母亲操心好了,他很了解自己的继父 必须要让他死心才可以 唐木成下定决定要好好解决这件事 然后带着母亲过上好日子 首先要打消无实用的念头 这些年,母亲为了自己,受那么多委屈 唐木成喝完水回到房间 心里像是压制一块锯石一会他才缓过来,拿出手机 他拨通了那个电话号码,成爷爷,是我 上次你跟我提的事,我考虑清楚了 我愿意嫁给您孙子,次日早上七点 唐木成正在厨房帮母亲准备早饭 成爷爷已经打来电话提醒他 钟灵没听清,随口问一句 同事吗 这么早,是不是工作上有事 唐木成敷衍说一个朋友 一会,我得出去一趟 钟灵不宜有他 还让唐木成去歇歇 趁着母亲忙碌时 唐木成将户口本放好 陪母亲吃完早饭 趁着继父还没醒 早早出了门,民政局门口 他如愿见到了传说中 成爷爷那位优秀的大孙子 成书颜 唐木成打量着对方 英俊的脸上蒙着一层冰霜 生人勿尽 看得出来他对自己有所提防 这就是成爷爷每天挂在嘴边的 他优秀的孙子 这张脸之身材 唐木成挑不出半点瑕疵 很养眼 怎么着也比继父口中45岁的优质男要强 搭火过日子是他捡了大便宜 我们聊聊 他往对面咖啡厅看了一眼 唐木成明白 两人一前一后进了咖啡厅 成爷爷以为年轻人想培养感情 没有多问 刚坐下 成书颜单刀直入 想嫁给我 唐木成皱眉 成先生对我不满意 成书颜讥笑 应该说除了这张脸 其他地方都不满意 最不满的 就是他处心积虑接近老爷子 像他这种长得漂亮 他慕虚荣的女人 自己见得太多 成书颜懒得废话 将准备好的婚前协议甩在他面前 想结婚可以 先签了他 老爷子铁了心要他当孙媳妇 成书颜拗不过 只好妥协 不过 他不会让这种女人得到半点好处 唐木成随手翻了番协议 多半是约束自己的 看得出来 对方在防着自己 唐木成并不介意 他现在只需要一个免费的住处过渡 一年无法爱上对方 和平离婚 房子归我 不得不说 他还是很大方的 嫌少 我还有一辆二十来万的车 不能再多 就当做他一年青春的补偿 足够了 不用 我没意见 唐木成没有犹豫 在协议最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出于礼貌 唐木成向程书颜伸手 程先生 以后 请多指教 程书颜冷着脸扫了一眼 收好协议 最好他懂得知足 不然 他一分钱都拿不到 唐木成顿了顿 有些尴尬 这个男人真是傲娇 唐小姐 我很忙 唐木成回过神 快不跟上 从见到程书颜 到拿到结婚证 前后不超过二十分钟 唐木成真正见识到了 什么是高效 二人交换了联系方式 程书颜留下家里的地址 今天 你就可以帮过来 需要帮忙 碍于老爷子在场 程书颜礼貌性问了一句 唐木成很实相 拒绝了他的好意 不用 我自己可以 程书颜点头 算他实相 爷爷 公司那边还有早会 我得走了 唐木成附和不用管我 程书颜恩了一声 有点自知之明 老爷子怕唐木成生气 赶紧解释 木成 他就是有点忙 以后 这臭小子要是敢欺负你 你随时告诉我 我替你撑腰 唐木成笑着答应 却没把老爷子的话 真放在心上 他这段婚姻能维持多久 还不知道 回去的路上 唐木成犹豫了许久 还是决定结婚的是暂时不说 回到家里 母亲还在厨房忙 或者午饭 唐木成站在厨房门口 突然有些舍不得他 还好只是暂时的 他不会让母亲熬太久的 钟灵看到唐木成回来回来了 洗洗手 不会吃饭 今天中午只有我们两个 他除了喝酒 不就是打牌吗 不再也好 省得又说你 唐木成笑笑洗手 帮钟灵干活 钟灵不停给他夹菜 唐木成看着 眼睛有些发酸 钟灵担心的说 你太瘦了 医院工作辛苦 多吃点 唐木成笑笑妈 从今天起 我就搬出去住了 钟灵抬头看他 木成 我说过别跟他计较 他也不是有心的 他这人就这样 唐木成 有点心疼妈妈 你忍了很多 我不能一直待在你身边 你要照顾好自己 钟灵不放心 你一个女孩子 出去租房子不安全 这是我不答应 唐木成说 是单位的公寓室主任 特地给我的优待 拿出手机 要给主任打电话 被钟灵拦住 我信 他看着唐木成 突然不舍起来 唐木成勉强挤出笑容 我等我买了房子 我再把你接过去 你就不用看人脸色了 钟灵没当真 吃完饭 又帮着唐木成收拾 心里说不出的酸 母女俩依依不舍 钟灵松开了手 休息就回来 妈给你做好吃的 照顾好自己 妈 你别太累了 不用做牛做马 他敢动手 你给我打电话 知道了 快去吧 一会你无数看见 就麻烦了 钟灵帮不了唐木成 唯一能替他做的 就只有这些了 唐木成奢耻了一回 打车去了 程淑妍所说的锦阅小区 那是市中心的房子 就这地段买下来 少说也两三百万 他只听程爷爷说 程淑妍是做生意的 其他的唐木成没有多问 看他的架势 应该有一家小公司 是高攀了 也难怪人家觉得自己图他的钱 出了电梯后 来到门口他才发现一件事 程淑妍没告诉他 开门的密码 看着眼前的密码锁他犯了难 刚才还是跟着别人进的单元楼 不然 他连门禁卡都没有 这回只能坐在外边 他想了想 给程淑妍发了微信 你家大门的密码 你忘记告诉我了 我进不去 唐木成想过打电话 可是想起程淑妍的态度 他好像很忙 自己还是别打扰比较好 微信时沉大海 联系程爷爷 估计最后 只会惹来程淑妍对自己的不满 看来 他只能在门外等着了 程淑妍的确很忙 忙到想不起来去看微信 从公司出来 已经11点 他靠在车里闭目养神 助理习惯性将他送去半山别墅 中途程淑妍醒来 车快开到半山别墅门口 他才想起 自己已经结婚了 他的人设是一家小公司的老板 赚了点小钱在景岳小区买了房子 停车 助理急刹车 程总 怎么了 回景岳小区 助理才想起来 他们老板今天已经结婚了 他还以为 那位总裁夫人 只是放在景岳小区的摆设 又开着车掉头往景岳小区开 程淑妍回到景岳小区的时候 已经凌晨1点 这房子还是合作商送的 他临时让人布置了一下 这段时间他得住在这边了 从电梯出来 程淑妍瞧见门口蹲着一团黑影 仔细一看竟然是他 旁边一只粉色行李箱不大 进不去 不会给自己打电话 蹲在这桩可怜给谁看 他醋眉 用力咳嗽了两声 唐木诚一下子惊醒 看着眼前高大的身影 松了口气 程先生 你没看见我给你发的微信吗 程淑妍愕然 今天有点忙 自己好像还没来得及看手机 太忙 没空 唐木诚有点气 所以他被关在门外 进不去是无足轻重的事 程淑妍笑他笨 我不回 你可以打电话 或者打给爷爷 唐木诚笑了 你会觉得我小题大做 就会认为我在成爷爷面前告状 程淑妍哑然 好像是这个思路 程淑妍没说话 率先进屋 唐木诚皱了皱眉 告诉自己 不要和他较真 和平相处 环顾四周 清一色的灰调设计 和程淑妍这个人一样冷冰冰 没有丝毫烟火气 程淑妍扯了扯领带 以后 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你有这个屋子所有东西的使用权 除了我的卧室和书房 其他地方你可以随便用不必问我 给唐木诚录了指纹 程淑妍简单交代了一句 唐木诚主动选了离主卧较远的次卧 清静是唐木诚喜欢的 程淑妍点头 随你 正和他意 程淑妍幻想着 他要是故意靠近自己的话 他会提醒这个女人 就这些 其他的以后再说 记住 我的书房和卧室 没有我的允许 不要进来 说着 程淑妍进了卧室 关上门时 最后还听见繁琐的声音 他站在过道里 忍不住笑了一声 当他是什么 饿了 他才不会贪恋男色 同样 唐木诚回到房间 叫门反锁 折腾一天他太累 简单洗漱后就睡下 连东西都没来得及收拾 但愿 接下来的一年 能够安然度过 唐木诚本以为 搬走就能让继父死心 第二天 吴时用就闹到了医院 人尽皆知 急诊科门口 吴时用坐在地上撒泼耍赖 以来一大堆人围观 唐木诚 翅膀硬了 就不管爹妈的死活 我怎么这么命苦 养了你这么个白眼狼 同事和路过的病人 都在看好戏 这情况 不知道唐木诚要怎么收场 唐木诚阴沉着脸 看着坐在地上 无赖一样的继父 有些头疼 吴时用看他不说话 继续骂道 你吃我的助我的 你就是我用血汗钱养大的 现在你就不管我的死活 我给你介绍对象 你一言不合就搬出来住 不管自己的爹妈 你这种人 有什么资格当医生 大家伙给我平平礼啊 唐木诚成功被众人认定为不孝子女 议论声越来越大 有人甚至帮着一起控诉他 父母养你不容易 你怎么能这样 女孩子年纪大了 该嫁人 你爸为了你好 你怎么能恩将仇报呢 真没想到 唐医生看着不错 背地里居然是这样的人 唐木诚笑了 吴时用既然要闹 他就让大家伙看看 好父亲究竟做了些什么 他上前 冷声问道 你确定要继续闹下去 吴时用不听 继续哭喊着 唐木诚打开手机 将录音放了出来 里面正是吴时用 逼唐木诚嫁人的声音 吴时用一听 脸色都变了 连忙爬起来就要去抢手机 被唐木诚躲了过去 敢问 有哪个父亲 会为了一点彩礼 狠心将自己的女儿 往火坑里推 我今年也才24 那个人都45了 勉强做我爸都行了吧 大家说说看 到底是我很心 还是你这个当爸的见钱 眼开要卖女儿 吴时用心虚 知之无无 现在都流行找年纪大的 会照顾人 我是为你着想 唐木诚笑了 你是为了那30万彩礼吧 唐木诚上前 抓住吴时用手腕 吴叔现在是法治社会 如果你还要闹下去 你猜 我手机里 有没有你家暴我妈的视频 以你的行为 应该可以把你送去派出所吧 吴时用气急 一双眼珠子就要瞪出来了 可他拿捏不住 没想到这妮子 还有这门心思 以前倒是小瞧了他 吴时用不想去派出所喝茶 只好不甘心地抽回手 唐木诚 真有你的 走着瞧 没占到便宜 吴时用灰溜溜离开 见大家还在拍他 气性更大 吴时用走了 这么一闹 抽走了唐木诚一半精神 幸亏 自己早有准备 对付季父这种小人 他不得不多留个心眼 他更担心 季父还会再想办法找他的麻烦 他还得想办法让季父断了面想才行 第二天唐木诚回了趟家 你说什么 吴时用皱紧眉头 不信唐木诚的话 这怎么可能 你之前连个男朋友都没有 就你这样能有哪个男人看得上你 这才过去多久 唐木诚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嫁人了 打死他 他也不信 钟灵也不相信 木诚 你别乱说 女孩子名声很重要的 你怎么可能结婚了 妈 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怕你担心这才瞒着你 只说自己搬去单位宿舍 他说着将结婚证拿了出来 他就知道这小红本子肯定能派上用场 吴时用一把抢锅 上面还真是名正局的印章 照片上的男的 长得还不赖 吴时用无话可说了 他仿佛看到到手的三十万不翼而飞 气得说不出话来 臭丫头 居然还能想到这一招 钟灵皱起眉头 仔细看了看 照片上是不错 只是男人光好看是不行的 还得靠谱 木诚 婚姻大事不能而戏 他对你好不好 你可不要因为别的就草率决定 唐木诚安慰母亲 他对我很好 你不用担心 吴时用又气又闹 事情已经这样 他也没有别的办法 那边的婚事是黄了 他仔细打量起唐木诚来 这丫头长得不赖 之前那人就是看中了唐木诚的脸蛋 既然结婚了 他可不能白送别人一个闺女 吴时用立马变了脸 冲着唐木诚笑了起来 木诚 你看我这步 喝了点酒 我脾气不好 你可别跟我较真 你啊 也是我看着长大的 没想到 突然就结婚了 你这孩子也不跟我们说一声 总要我们长辈先看一眼 小灵 你说是不是 钟灵点头 显然已经忘了刚才那顿拳头 我也是为你后半辈子着想 那我回头跟他回绝了就是 咱们一家人不计求哈 钟灵连连点头 就是 我们是一家人 没有隔夜仇 唐木诚自然知道 吴时用肯定是觉得 彩礼没有了 又在打别的主意 更让他生气的是母亲的态度 他就是这样 吴时用才敢一次次对他动手 我倒是没看出来 吴叔真把我当一家人 想说什么 直说吧 瞧你这孩子 真把我当坏人了 我还能有什么坏心眼不适 这不是不放心吗 你毕竟是个姑娘家 好歹让我和你妈帮你把把关 看看 你选的人怎么样 我们也好放心 晚上你把他叫来家里吃个饭 大家认识一下 怎么样 今晚不行 唐木诚直接拒绝了 我回去问问他什么时候有时间 再让你们见见 不能让成书颜就这么去见吴时用 说了实话 那不是让成书颜去当冤大头吗 这时他得先回去和成书颜商量一下 最好能够让成书颜配合他 两个人演出戏 正好让吴时用彻底死心 吴时用没多想 工作忙 这说明赚的很多 这下发财了 继父的心情一下子转好 霍天荒给他们母女叫了快餐送上门 哼着小曲出去打牌 唐木诚看着 他走路时 腰杆都直了不少 像是中了彩票一样 唐木诚陪母亲简单吃了点东西 急忙赶回医院 钟灵拉着唐木诚的手 依依不舍 你可别因为妈的是乱来 毁了自己一辈子知道吗 唐木诚走了 再次提醒母亲 他要是在动手你就报警 别蹲在那让他打 知道吗 想起刚才唐木诚又红了眼眶 转身抱了抱钟灵 这才离开 钟灵站在门口抹泪 心里却没有半分抱怨 一心认为他会便是有原因的 毕竟自己二婚 没能生个孩子 他愿意给自己一个家 他就该感恩戴德 他没别的奢求 只盼着一家人团团圆圆的 不要再有缺失了 唐木诚还在为继父的是范畴 想到了法子 可是还有一个巨大的问题 摆在他面前 说服成书颜配合演戏 想起他冷冰冰 他打了个寒战 这个任务难度系数有点大 好朋友来送报告单 看见他坐那发呆 拍了他一下 想什么呢 唐木诚吓一跳 是你啊 吓死我了 好友问上班时间发呆 四川啊 小心我打小报告 扣你工资奖金 唐木诚和简乐童闹了一会 收起笑容 简乐童看他不高兴 问道 说说吧 本女神帮你解答疑难 看中哪个帅哥 我帮你 简乐童就是这样 脱了白大褂 谁也看不出他是个医生 喜欢帅哥 却是个不婚主义的人 他只享受爱情 拒绝进入坟墓 唐木诚问 一般求人办事 什么办法比较好 简乐童说 吃饭啊 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 酒桌文化 永远不会出错 宝贝 你在质疑我的魅力 想让对方看到你的诚意 可以考虑在家里亲自动手 最好让他看到你为他洗手做羹汤的样子 一定感动的一他糊涂命都给你 宝贝 你是对自己的厨艺不自信了吗 好了 不就是追个男人吗 肯定没错 简乐童不听任何解释 起身走人 加油 我看好你 不过 亲自下厨做饭 能让对方看到自己的诚意 最重要的省钱 临近下班 唐木诚给程淑妍发了微信问他 程先生 请问你晚饭会回家吃吗 我准备买菜自己做饭 回的话我多买一点 正好有一件小事要和你说 这次 程淑妍看到了信息 想着才来就迫不及代替要求了 他就知道 这女人心思不纯 然后回复 好 那就给她个机会尽情表演 看看 她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下班后 唐木诚骑着共享单车去农贸市场买菜 两会一宿 一碗汤 应该够了吧 程淑妍看上去应该是对事物要求比较高的人 为此她花了大价钱 准备大显身手 原本装修的像样板房的屋子里飘出阵阵香味 也算是沾染了些人间烟火气 听到动静 唐木诚探出头 你回来了 程淑妍看见一头乌黑的青丝用发簪挽着 她系着粉色围裙 多了几分温婉可爱 她淡淡地应了一声 拿着公文包上楼换衣服 下来时 唐木诚已经把晚饭做好了 平时 程淑妍的嘴都是被顶级大厨教养着 寻常食物 她是不会将就的 今天不知道怎么了 看着桌上的家常菜 好像还行 她感觉有点饿 拉出餐椅坐下 唐木诚已经把饭成好 要不是有求于人 她可不会服务这么周到 松鼠桂鱼 糖醋排骨 清炒山药 外加一份紫菜蛋花汤 平常她可不会吃这么奢侈 程淑妍看着菜色不错 问道 你自己做的 唐木诚说试试 我不知道你的口味偏好 随便做了点 程淑妍加了一块鱼肉尝了尝 微微挑眉 却没从那张冷冰冰的脸上 看出半点情绪波动 唐木诚紧张地问怎么样 能吃吗 程淑妍咳嗽两声 还算凑合 吃吧 现在会做饭的女孩子 倒是不多了 程淑妍有些意外 女孩子不都讨厌油烟味吗 唐木诚放了心 两个人安静吃了起来 晚饭过半 程淑妍想起 唐木诚好像说 有事找自己商量 程淑妍问道 对了 你不是说 有事跟我说吗 看在这顿饭的份上 她可以考虑一下 适当的 她不会太小气 是这样的 我们毕竟结婚了 我妈知道这是 想让我带你回家吃顿饭 让他们见见 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能抽出时间来 程淑妍突然皱眉 唐木诚的心 一下子提了起来 她不愿意吗 她想了想 回去见你的家人 是应该的 这样明天 我看一下行程安排 唐木诚稍微松了口气 厚着脸皮摆出笑脸 程先生 这个见面 我还有一点点具体要求 需要你稍微委屈配合一下我 可以吗 程淑妍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这女人 有点得寸进尺了 唐木诚小声说 真的 我保证 就一点点 考虑了一会 她不太耐烦 说 唐木诚松了口气 是这样的 我家情况比较特殊 你这个样子去 估计不行 程淑妍听着唐木诚的建议 越来越觉得离谱 程淑妍不耐烦问唐木诚 你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唐木诚说成先生 你这么聪明 去了之后 一看就明白了 关于家里的情况 她不打算和程淑妍解释太多 就算让她知道 也没有多大意义 程淑妍已经将自己看作新妓女 接近成爷爷嫁给她 都是贪图她的财产 最后 程淑妍还是答应了 唐木诚还担心 她会把这事忘了 可她又不敢提醒 这样显得她很着急 正纠结着 程淑妍就给了回信 约在星期六那天 正好唐木诚调休 唐木诚呼了口气 计划已经成功迈出了一大步 程淑妍的确很忙 接连几天 她都是早出晚归 唐木诚生物中规律 每天睡前给她留门 偶尔会有夜宵甜品 加上便签留言 这么下来两个人相处的还算和谐 眨眼到了周六 唐木诚大早起来做准备 将准备好的便宜衣服 放在程淑妍门口 回去后 她怕程淑妍睡过头 鼓起勇气给她打了个电话 隔着手机 她感觉到了某人的怒意 真怕她现在冲过来 上演一场真人PK 唐木诚小心翼翼问诚先生 你醒了吗 程淑妍想起答应唐木诚的事 老是爬起来收拾自己 正要换衣服的时候 收到了唐木诚的提醒 给你准备好的衣服 就放在房间门口 记得穿 程淑妍纳闷 打开门一看 摆在地上那几十块钱的地摊货 皱紧眉头大喊 唐医生 程淑妍一脸猛 你过来 解释一下 怎么回事 唐木诚尴尬的笑了笑 你忘了 我们说好的 你那些衣服会穿帮的 程淑妍不知道自己拿出了多大的耐心 才将这套便宜衣服套在身上 她别扭着走了出来 简单的白涕 灰色休闲裤 一双白色帆布鞋 瞬间让她年轻了十岁 唐木诚竖起大拇指 我的眼光还是不错的 就这身很适合你 我花了好长时间挑的 还帮你洗过孕好了 不要嫌弃吗 收拾好 出门 程淑妍习惯性拿着车钥匙 被唐木诚拦住 程先生 请记住你今天的人设 一穷二白的孤儿 没房 骑共享单车 没存款 咱俩现在裸昏 记住了吗 从现在开始 你是个孤儿 程淑妍忍了忍 一再怀疑 自己是不是被坑了 确定这女人不是在故意作弄自己 程淑妍稀里糊涂跟唐木诚回家 站在破旧的小区楼下 她皱起眉头 停了下来 唐木诚耐着性子 又怎么了 程淑妍纳闷第一次登门 就买超市打折的水果 唯一贵点的 就是这份营养品了 唐木诚解释 你只管配合我 记住我教你的 你什么也没有 只有一颗超级爱我的心 程淑妍觉得 自己成了空手套白狼的渣男 一般情况 这是要被打出来的 要是这女人敢坑自己 她一定不会放过她 屋里 无时用破天荒 拿出自己压箱底的西装换上 对着镜子照了一上午 她觉着 未来女婿肯定有钱 也得装装门面 还催促钟灵 稍微打扮一下 钟灵以为无时用转性了 却不知道 无时用想着的是 穿的体面点方便 她多要点彩礼 敲门声传来 无时用紧张了 站在门口整理了一下 这才开门 看到唐木诚带着人 站在门口时 她还堆着笑 回来了 快进来吧 程淑延收起 平时公司的气势 尽可能看上去清和些 和无时用对事实 无时用还是感觉背脊一凉 竟然有些害怕 脸上的笑也僵住了 当她低头看见 程淑延手里提的东西时 脸上的笑意再也绷不住 这两样东西 她怎么瞧着这么眼熟 两人进了屋 无时用好一会反应过来 慢吞吞关上门 感觉情况有些不对劲 她身上的衣服不像是很贵 难道这是有钱人喜欢的 她读不懂的格调 无时用心一横 懒得去猜 一会先试试深浅 她也好开架 她对着笑脸坐下 钟灵只管低头忙着 看到程淑延的第一眼 她心里就踏实了 倒不是她长得好看 只是有一种踏实的感觉 门当户队挺好 唐木诚介绍 妈 吴叔 这是程淑延 程淑延不知道 唐木诚为何不称呼 这个男人为父亲 只管跟着她一起喊 不过 第一眼她就知道 这个男人贪钱 从看到她的第一眼 就一直在打量她的穿着 这种人 她在生意场上 见得太多 一开始 无时用不好说的太直 坐在他们对面 无时用不习惯端起了茶杯 再次确定 这个小伙子 只是长得好看 头一次来家里 竟然穿了一身的摊货 唐木诚主动说道 第一次来 我们也不好买什么 小区门口超市正好做活动 买了点营养品和水果 妈 吴叔 你们记得吃 无时用就说 看着这么眼熟 她刮了唐木诚一眼 两个人一起回来 唐木诚这丫头 怎么一点人情事故都不懂 无时用咳嗽两声 那个 小诚啊 我呢 虽然是唐木诚的继父 他爸不在了 我也算是他的父亲 女人这一辈子 最重要的就是嫁个好男人 我现在对你还不了解 听唐木诚说 你很忙 你是在哪个大公司上班啊 成书言醋没 想起唐木诚交代的 腰间传来一记暗禁 他看了唐木诚一眼 忍住了 我每天坚持做好几分工 所以 比较忙 吴时用一听 惊了 你说什么 吴时用以为 唐木诚这么精明 也不至于选一个比医院医生条件更差的 谁知道眼前这个 竟然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 你的意思 你连正经工作都没有 全靠打零工 是吧 唐木诚立即互助成书言 还是我来说吧 吴叔 你别吓着成书言 他胆小 吴时用笑了 胆小把他闺女骗走了 要他看 这家伙胆子大得很 吴时用怒道 你说 我听着 你们别为难他 现在他虽然没有正式工作 可他一直在给公司投简历 平时他也很努力 一个人坚持几份工作 我们俩的收入 过日子 完全没问题 唐木诚所说 成书言没有稳定收入 套兼职为生 二人租房子住 其他的更别想了 唐木诚 你是瞎了还是缺心眼啊 这就是你找的 这家伙除了好看 还有哪里好 吴叔 这是我自己的事 成书言年轻 以后有的是机会 我看中的是他对我好 只要他爱我 其他的 以后慢慢都会有的 吴时用气的够呛 他介绍那个 三十万彩礼 这妮子不要 结果自己找了个这样的 他看着成书言 哭都哭不出来了 就这样就算把他杀了 他估计都拿不出三十万来 他真想问问 这小伙子 是怎么把人骗到手的 怪不得瞒着他们 偷偷去领了证 感情是个这样的 既然这样 我也不怕说话直接 小成 你也要了解自己的情况 你是个孤儿 以后就靠你能照顾好 唐木诚吗 他可是正儿八经的医生 什么都有保障 你说 你凭什么娶我女儿 如果你爱他 那就放手 别毁了他一辈子 趁现在一切都来得及 唐木诚心里冷笑 瞧瞧这演技 不知道的 真以为吴时用是个好父亲 吴叔 我不会离开他的 我选择爱情 所以 请你尊重我 尊重 爱情能当饭吃吗 你是我养大的 我不能把你这么白白送人了 这婚事 我不同意 你们必须离婚 吴时用拍着桌子 态度坚决 你们单位随便挑一个医生护士 都比他强 我不会离婚的 唐木诚斩钉截铁 看着吴时用 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会离婚 吴时用气得两眼发绿 他知道 这丫头是故意在气自己 他抖着手 指着唐木诚 好啊 你不肯离婚是不是 那好 既然你非要嫁给这个穷鬼 那就拿五十万给我 就当作我过去这些年 在你身上花的钱 给我五十万 之后你要嫁给谁 我都不管 要钱 我没有 吴叔 如果你还想把我嫁给那个四五十岁的老男人 是不可能的了 不信你尽管去试试 看看 我一个离了婚的二手货 还能不能换钱 吴时用想靠他捞钱 他就让吴时用一分钱也捞不着 彻底断了他的念想 吴时用气急败坏 你这个贱丫头 翅膀硬了是不是 我今天非得好好教训你不可 他说着 抓起眼前的茶杯 朝唐木诚脸上砸去 吴时用被气昏了头 忘了程淑妍就在边上坐着 再说 他看着一声不吭 文文弱弱的 还敢动手不成 距离太近 唐木诚想躲 已经来不及了 幸好 程淑妍眼急手快 随手拿了本杂志挡在唐木诚面前 滚烫的茶水泼在杂志上 程淑妍冷着脸 瞪着吴时用 此刻他算明白 唐木诚为什么要自己装穷跟他回家 原来 都是因为这贪财的继父 钟淑妍听到动静跑出来 便看见这一幕 程淑妍冷着脸 右手被烫红了 茶杯摔碎在地上 吴时用坐在那一眼不发 他张了张嘴 不敢开口 被吴时用瞪了一眼 灰溜溜回到厨房 抹了一把眼泪 继续做饭 程淑妍开口说您这么泼 烫着唐木诚 不心疼 唐木诚吓了一跳 看着程淑妍手上红的一大片 内疚着 皱起了眉头 他没想到 吴时用会突然动手 吴叔 你别想用我捞钱 我我今天把人带回来 就是要你死了这条心 还有如果你再用我妈威胁我 我不会手软 现在家 情节严重是可以判刑的 吴时用怒道 你这死丫头 威胁我 你看我是不是威胁你 我妈身上伤痕累累 周围邻居 都是证据 你狡辩不了 到时候 不用我妈同意 我可以走法律途径 强行让你们离婚 不信你就试试 吴时用瞪大一伤眼珠子 看着唐木诚 气得说不出话来 唐木诚不再理他 走到厨房门口喊了一声 妈 我和成叔延缓有事 先走了 忠灵连忙放下手里的事 你这孩子 别跟你无数一般见识 妈 照顾好自己 唐木诚抱住母亲 压低声音说道 他敢动你 一定要报警 记住了 如果不让吴时用吃一次亏 他只会变本加厉 忠灵硬着 并没有放在心上 只是担心唐木诚 怕他以后会吃苦 你也照顾好自己 饭没吃成 唐木诚带着成叔延离开了家 不管怎样 他的目的达到了 只是 成叔延为了他受伤 这是他没有料到的 街上 他要带成叔延去医院处理伤口 被成叔延拦住 不需要 我没那么脆弱 唐木诚皱眉 看他那双手 保护得很好 因为自己伤成这样 他什么都不做 会内疚的 唐木诚有点内疚 你不去医院 成叔延皱眉 不去 唐木诚知道 自己改变不了他的决定 在附近药房买了烫伤的药膏 不去医院没关系 他就是医生 回去后 自己帮他处理 一样 唐木诚道谢道 刚才 谢谢你 要是那杯茶水泼的是自己 他这张脸 还不知道会怎么样 举手之劳 你要是实在想谢我 做顿饭给我吃 我也不介意 唐木诚笑了 小事 不过 得临时去超市买菜 你有时间吗 或者 你先回去 买菜 他好像还没试过 反正都这样了 去看看 也不错 唐木诚点头答应 看着成书岩 突然觉得 他好像也没有想象中 那么冷冰冰的 唐木诚的运气不错 遇到超市打折减价 顺便囤了些生活用品 成书岩第一次来超市 买这些东西 看着满当当的东西 皱起眉头 他们俩需要用这么多 成书岩皱眉道 买这么多 这你就不懂了 有不少东西 智慧价钱 你平时便宜不少 日期不错 生活用品是必须品 趁便宜的时候 多囤一点 不会吃亏 无形中省了不少 成书岩不懂这些 只觉得有些麻烦 生活用品 贵不到哪里去 成书岩下意识说 我不缺这点钱 那也是你辛苦赚来的 能不花冤枉钱 尽量不花 钱要用在刀刃上 成书岩跟在后面 看他推着购物车挑选东西 哪件商品比平时更划算 他记得清清楚楚 成书岩像是发现了新大路 他记性不错 居然能把价格全部记住 倒是挺会精打细算 除了食材 还买了不少别的 成书岩正准备去拿东西 唐木诚先一步 将所有东西都提起来了 成书岩惊讶地看着他 个子不高 力气挺大 女孩子 不都是柔柔弱弱的吗 唐木诚走了几步 发现成书岩还愣在原地 成先生 你怎么了 我们该回去了 成书岩三两步走上前 从他手里接过东西 这么多 你拿不动 唐木诚说爱 我都习惯了 工作需要都锻炼出来了 有的时候 没人搭把手 大家都在忙 他不行也得行 时间长就锻炼出来了 唐木诚习惯了什么事都自己来 突然有人帮他拿东西 他反而有些不习惯 看到成书岩手上烫红的地方 他小跑追上去 切过他左手的袋子 唐木诚看眼他的手 追上去说成先生 你的手也有伤 他轻松提着袋子 跟上成书岩的脚步 成书岩不再和他争 从超市出来 成书岩坚持打车 唐木诚没有拒绝 司机师傅调侃小两口感情好 两个人看了彼此一眼 都没说话